外企用腳投票 中共官媒發文 請求不要走 中共放棄主辦亞洲杯 民眾驚恐 清零要到明年 病例暴增52萬 金正恩急辣 要抄中共作業 中共間諜船臨近澳洲海域 澳房長批侵略行徑 註冊呼籲北京 不要破壞對俄制裁 並示警糧食危機 怕什麼? 移動手機用戶登記後 才能接聽境外電話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5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共的清零政策重創 在華外企 促使很多企業考慮將投資 轉移到中國以外地區 中共喉舌新華社12日發文 呼籲外商不要離開 疫情考驗會過去 但是外界卻高度質疑 清零政策是否有效 新華社在民眾開頭提出 中共的疫情管控措施 令外國商會擔心 一些外國公司會考慮中國的替代選項 文章還幾次提到 毫不動搖堅持 動態清零重方針 還試圖向外企 保證清零政策的好處 文章請求外企要從長計議 選擇與中國共度時間 但是對傳染力極強的 Omicron採取清零政策 令外界高度質疑它的有效性 並擔心中國境內不同地區 會不斷出現封鎖 解封遙遙無期 導致企業長期陷入困境 在華、歐洲和美國企業 已經對越來越不穩定的投資環境 表達了擔憂 在清零政策重創中國經濟的情況下 習近平最近要求通過基礎設施投資 提振中國經濟 雅虎財經說 這表明北京內部日益擔憂經濟增長前景 中國學皮書首席執行官 麗蘭米勒表示 中共如果堅持清零政策 而且控制不了傳染 任何經濟刺激政策都沒有異議 如果百分之四十的中國人口被封鎖 或中國百分之四十的GDP被封鎖 你可以隨意去談論刺激政策 但你要刺激些什麼? 5月5日 中國歐盟商會發布報告說 如果你不改變清零政策 我們會用腳投票去其他地方投資 在華的美國企業 也因清零政策降低了投資信心 中國美國商會9日表示 百分之五十八在華美企 調低全年營收預期 百分之五十一的美企將減少或延遲再華投資 美國商會主席華江林表示 當局的防疫措施打擊了美企再華投資信心 我們準備應對今年夏天外國人才的出走潮 越來越少海外員工願意接任在中國這裏的職位空拳 5月14日 亞足聯官方宣布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中國足協已經放棄主辦2023年亞洲杯足球賽 亞洲杯中國組委會也通過微博發布公告 稱受疫情影響 中國組委會當前難以對明年的亞洲杯 按完全開放模式辦賽作出承諾和安排 經亞足聯 中國足協同2023年亞洲杯中國組委會共同商議後決定 本屆亞洲杯足球賽將異地舉辦 明年的亞洲杯原定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大連等十個城市舉辦 據中國媒體介紹 這十個城市都進行了專業足球場的建築 2021年10月22日 亞洲杯會輝同十個承辦城市的輝標在上海正式發布 同一天為亞洲杯興建的首座專業足球場 上海浦東足球場正式揭幕 自至目前成都的鳳凰山體育場也已經完工 此外 將有8座為亞洲杯新建成或改建的專業足球場 亦預計在2022年年底全部完工 大陸足球記者袁野在微博透露 本以為這是明年的比賽還能再等下 但是亞洲聯等不及了 現在就要一個承諾 但現在怎樣給呢 自中共病毒爆發以來 中國已經有多項賽事受防疫政策影響而取消或推遲 2021年世界俱樂部杯足球賽 和2022年的東亞杯足球賽都改在日本舉辦 2022年杭州亞運會被推遲 成都大運會被推遲 山頭亞清會就被取消 亞洲杯原定在2023年6月16日至7月17日在中國舉辦 有網民對此評價說 誓詩極恐 這是否意味著清零政策可能要持續到明年夏天 北韓疫情持續升溫 14日報告了50多萬發燒人數 新增21人死亡 領導人金正恩稱 病毒傳播情況為建國以來最大災難 並宣布將採用中國模式來對抗新冠病毒 據北韓官媒潮中社報道 從4月底至5月13日期間的發燒人數 超過524,440人 共有27人死亡 而在兩天前 潮中社在報道中特別著名 其中一人是Omicron BA二型確診病例 北韓有2,500萬人 這些人都沒有接種過新冠病毒疫苗 北韓在中國出現病毒後 在2020年1月關閉了邊境 是世界上首批關閉邊境的國家之一 北韓長期以來一直吹噓自己有能力阻止病毒入侵 押金為止 它沒有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 任何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 潮中社沒有說這些新病例和死亡病例 是否都是冠狀病毒檢測性陽性 但據專家說 該國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檢測 韓國勢中研究所的北韓問題專家鄭上昌表示 鑒於缺乏檢測能力 將這些發燒病例都認為是新冠病毒病例並無誇張 他估計北韓實際的新冠病毒感染數量可能更高 因為有很多無症狀病例 他強調北韓的感染率在此迅速增加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12日主持了政治局關於疫情的緊急會議後 首次戴著口罩出現在電視上 14日北韓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二次會議 會上金正恩承認疫情在全國造成了巨大的動盪 他還宣布將採用中國的模式來對抗新冠病毒 他說我們應該學習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在預防病毒方面的成功經驗和成就 法新寫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保持清零政策的主要經濟體 北韓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是 2500萬人口中沒有人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因為平壤拒絕世衛組織 北京和博斯科提供疫苗的建議 北京當局星期四向平壤表示願意提供幫助 首爾在星期五提出要向平壤增送疫苗 首爾北韓研究大學教授楊武振說 金正恩的聲明還表示 他將努力從中國獲得公認 推特帳號約翰14日發推文說 金正恩和賞萬人沒有口罩密接大合影 就是疫情大爆發的根源 並貼出大合影照片 推文中提到金正恩在4月25日舉行建軍接活動 從官員、軍警、平民度學生 東元賞萬名民眾 金正恩和賞萬人沒有戴口罩合影 拍了至少57組大合影照片 每張照片都動員2,000人 澳洲總理莫里森14日表示 在澳洲西海岸遊役的一艘中共海軍間諜船 並沒有違反海洋法 但卻意味著澳洲需要面對中共軍方 強勢行為帶來的挑戰 澳洲國防部長皮德達頓 週五曾表示 中共海軍南下這麼遠的距離 他認為此舉構成侵略行徑 美國之音報導 中共海軍一艘海皇星號間諜船 過去一個星期一直在澳洲西海岸50海里以內的海域遊役 由於距離澳洲西北海岸的哈羅德 霍爾特海軍通信基地也很近 因此引起澳洲政府的高度關注 使用該通信基地的除了澳洲海軍 還有美國及其盟國的潛水艇 澳洲國防部也發表聲明指出 澳方正利用海軍力量對這艘間諜船進行監控 澳洲5月21日舉行大選 莫里森總理也為勝選連任而頻頻參與競選活動 澳中關係以及中共在南太平洋的一舉一動 都成為澳洲選戰中的重要話題 莫里森週六在墨爾本參加競選活動時 又被媒體問及中共間諜船一時 他指出中共間諜船沒有違反海洋法 但它的光臨令人擔憂 他強調這件事將顯出北京尋求 將其意志強加於整個地區 令澳洲面臨挑戰 在澳洲西海岸海域出現的中共間諜船 並不是最近中共海軍唯一一次做事 5月3日由遼寧號航母率領的一支 中共海軍特運艦隊進入西太平洋海域 根據日本防衛省發布的信息 遼寧艦進入西太平洋後 連續多日開展艦載機起降訓練 短短6、7天內艦載機起降超過100次 日本防衛大臣岸順夫這星期較早時 也曾對遼寧艦在台灣周邊海域的演練活動表示擔憂 七大工業國集團G7與歐盟的資深外交官員14日 結束在德國的會議 承諾將繼續提供烏克蘭軍事協助 並呼籲北京不要在俄烏戰事上協助俄羅斯 不要破壞各國對俄國採取的制裁 也不要為俄國的侵略辯護 主策外長14號中表示 將加強對俄羅斯的經濟與政治制裁 絕對不會承認俄羅斯以武力企圖改變的邊界 並警告烏克蘭戰爭 將助長全球糧食丸能源危機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說 這個不是我們的戰爭 這是俄羅斯總統發動的戰爭 但我們負有全球責任 主策外長在聯合聲明中指出 將加緊努力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 逐步淘汰或禁止入口俄羅斯煤炭和石油 主策各國與烏克蘭農業部長14號 亦相討如何將卡在烏克蘭農產品送出過 全球第二大小麥生產國印度 13日宣布禁止小麥出口 主策農業部長譴責此舉 將導致糧食危機更惡化 印度禁止小麥出口的理由是 高溫導致產量銳減 以及全球小麥價格因戰爭攀升 影響印度食物安全 中國移動浙江公司近日 向用戶發短訊說 為防止境外電話詐騙 將墨型關閉接聽境外電話的功能 需要接聽境外電話的用戶 需進行登記 民眾質疑真是為了防詐騙嗎 中國科技門戶網 IT之家星期三發布的用戶截圖顯示 中國移動發送的一條訊息顯示 由於近年來境外詐騙電話案件頻發 根據上級要求 浙江移動將全面落實 或制及港澳台電話接聽功能 按需開通工作 如果用戶需要接聽這類電話 它們要在1月20日前 發送特定短訊進行確認登記 否則將被關閉相關接聽功能 中國媒體南京財經 星期五引述 中國移動浙江公司的相關負責人 證實確有此事 對此網友評論說 這真是為了防詐騙嗎 現在余音通話軟件滿天飛 打電話還有什麼境外境內 微信上聲音圖像都有 這樣微信也要切斷 如果說要防詐騙 這樣就要先關閉詐騙頭頭央視 向著閉關鎖國的目標再進一步 好 這一節的新聞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